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甲子奎有更生甲生 这个八字是说 他的感情真的是很差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首先先来看他的一个天干的一个部分 他的一个天干的部分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什么 癸水生甲木 癸水生甲木 在这一种状态下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他是更金 所以说他的官杀 他的官杀是属火 我们就来看癸水生甲木的一个状况 丙火还有丁火 丙火是不能用的 丙火是可以用的 所以在这一个状况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的天干两者来讲 就只有一个可以用 我们再来看他的一个地支 地支的一个 生金生子水 我们可以知道说 地支的四还有五 全部没有一个可以用 我们就会知道 就是说照他的这个八字来讲的话 他的一个官杀 在这一种的排列组合很差 你看 现在来讲的话 你看 他的桃花无火刚好出来 生金生子水克无火 那我们可以更知道说 他的桃花更弱 所以一般来讲 就不会是以他的桃花当做是那一个他的点 为什么 因为他的桃花出来几乎都很差 你知道吗 他的桃花出来很差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反而要去看看什么样的状况 会让他的一个桃花 不至于很差 我们就可以看到金生水 所以一般来说 他还可以用另外一个 就是以木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这一种状况 在天干 丁火可以用 丁火可以用 丁火会变成是一个日主受克 所以说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去用 另外一种状况的话 我们就要看说 假设他有一个壬水来讲的话 壬水 金生水 水生木的一种情况下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来想 对他的官运 其实没有多大的帮助 所以说壬水也不是他主要的一个官运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知道天干就只有这个 地支就只有一个萤木 他可以用而已 其他的基本上都很不好用 所以在这个大运里面 在这个大运里面其实就很差 在这个大运里面就很差 其实我刚刚讲 是不是说他壬水没办法用 那是因为在耕大运 假设他是壬水大运 这个八字 壬水大运 是可以来旺他的官的 所以各位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我说过了 本来一个五行 你摆在榴莲 摆在大运 或摆在本命里面 他的一个作用本身就不一样 所以各位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来讲 他在耕的时候就只有这个可以用而已 已经过了 这一个还要再等 等到什么时候 害子丑饮 还有四年 所以他的桃花说真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露 但是还有一点还可以 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财 女子无财 女子无官 以财当他的官 可是这个财 只是让他可以怎样 交往而已 这个财只能够让他可以交往 他真的要结婚 还是要看官运 可是官运你看 他丙就没有 所以各位 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一些 这边清楚 你要清楚 这个都算是大运 这个都是算大运 这个也可以当榴莲 这个银木也可以当做是他的榴莲 所以榴莲的话就是 好 都用榴莲的话 我再用个蓝色的 用蓝色的 蓝色的是榴莲 红色是大运 这样子各位就会知道说 原来在参考官运的时候 蛮多的 他看的要蛮多的 土运来讲的话 天干是没有用的 土运天干没有用 在地支 在今年来说也可以 所以说我们也在说 流年里面这时候 虚土也是可以的 虚土也是可以的 再来我们再看流年里面 他的午火要起来 当然银木最好 再来 午火是没有效的 午火是没有效的 四火没有效 银木可以 毛没有用 再来就是 丑土也可以 所以后年丑也可以用 后年丑也可以用 子丑 银卯 臣 臣没有用 臣没有用 四五 胃 那胃也没有用 胃没有用 申 申没有用 有 虚 害 各位 榴年就这三年可以用 所以各位发现到 大运跟榴年 其实基本上是不是他的一个喜记都不一定会一样 可以说各位你要清楚 大运你看我用红色的 榴年我用蓝色的 我用蓝色的 你们就知道天干基本上很 我们天干来讲的话 他大运可以用 那过来 榴年 甲没有用 宜没有用 丙没有用 丁可以用 物没有用 己 庚 心 润 魁 基本上没有多大运 所以说你看 他在榴年就只有一个丁可以用而已 所以在这一个十年中 就只有一个去年丁有年 有那个机会 过来今年的务虚年也勉强会有 但是这一段时间就看他要不要去把握 但是流年各位也知道一年的时间你要谈恋爱结婚非常非常难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还是要靠大运 真的还是要靠大运 因为一年的一个时间真的有点短 顶多可能只能说认识认识这样子 在这一个八字里面 就这样子跟各位分析说 大运的一个官的用神跟流年官的一个 这个庚伍大运里面 他流年那个官的用神到底是什么 你会发现到不一定会完全一样 不一定会完全一样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